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网络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9号周三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收屏视频 户指在今天是再次的冲击20均线 但是又失败了 短期会大跌吗 恒生指出今天跌破了20均线 机会区域在哪里 昨天收屏所提醒看涨的光复板块 今天是如期大涨 但收盘是一个长上线 明天还能否继续向上攻击 今天的收听视频 我们在板块环节 会再次的去分享两个价值的板块 觉得我视频不错的朋友 欢迎各位点赞关注 网网财经的8A 点个赞加关注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盘面的一些基本数据 今天全年A股成交是7084亿 比昨天成交金额还要低 连续17天成交小于1万亿 连续4天成交金额小于8000亿 所以市场沉闷的情绪 观望的这种态度 依然很浓厚 而指数呢 今天是一个分化 今天收盘价 其实也都处于 昨天的收盘价位置附近 那么个务层面上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 四张股票2700加 下来股票2300加 那么大量股票数量很少 市场赚严效应并不高 这是市场的一个状态 其实情绪面没有发生改变 臣们都在观望 那么来看图纸 或者我们先看一下 一分钟K线图 那么之所以聊一分钟图形 其实因为今天的一分钟图形 技术面非常标准 我给大家讲一讲 从早上九点半 到下午的三点钟 四个小时 一共240根一分钟K线 那我们看一下 早班开班之后 是网上第一波攻击 回落再攻击 再回落再攻击 那么发现了什么现象呢 就是再往上创新高的幅度 明显降低 看到没有 往上创新高幅度是 一波比一波少 一波比一波少 这说明什么 说明往上攻击的动能 开始逐步的减弱 而同时呢 震荡指标呢 在这里是出现了顶背离 就是指数创新高 但是震荡指标却在往下降 一方面顶背离 一方面创新高的幅度越来越小 再加上在冲到3128点附近的时候 我们的大盘 正好是在20均线位置附近 而我们在昨天说明视频就提醒了 户指在周三的收盘价 还是处于20均线下方 20均线是压力 所以结合日线维度 再看到一分钟周期 这种创新高幅度越来越小 还有震荡指标的顶背离 所以要怎样 要高炮 要在这个区域 其实是一个高炮的区域 对不对 而随后呢 随后出现这种 这种快速的 这样一个下跌 那么这样一个快速的下跌 我们看一下 是直接跌破景象位 景象位景象位 这一波下跌 跌破了三个景象位 所以这足以表明 这个下跌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下跌它还会有延续性 它还会有延续性 也就是说它还会有 下一波下跌行情 所以这一波一浪下跌之后 出现二浪反弹 那么压力位呢 那么就是这个景象位 之前是支撑 那么支撑无果 再反弹就是压力 所以这要水平线 就构成压力位 然后反弹到压力位 又开始往下创新低 对吧 又开始往下创新低 而一浪下跌 三浪再次下跌 创新低 其实创新低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那随后又有了五浪下跌 然后再往下延伸浪下跌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非常标准的技术通行 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一分钟如此 大家看到小日图 日黑线图 其实我们也能够经常看到这种类似的这种走势结构 然后在今天尾盘呢 在今天两点的二十分左右 往上是走出一波拉升 然后尾盘这十分钟又往上就走出一波拉升 那么尾盘拉升怎么理解 我认为往往不是好事 往往不是好事 那明天可能至少一开盘表现可能不会很好 好 这一分钟图 然后再来日黑线图 日黑线图今天是再次的去冲击二十字均线 无果失败出现了长上线 而昨天呢 昨天是冲高二十字均线 下跌速度跟阴线 包括在上周五 这个长上线在二十字均线已经给出压力 现在已经是连续五天处于二十字均线下放 那么我们维持在周一周二收平视频的规定不变 明天是周四 明天周四 护纸的收盘价还会是处于这条红色的二十字均线下方 同时明天周四收盘价也会处于这条蓝色的年线 二百五十字均线上方 那么明天大概率会是处于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位置附近 去做一个无序的震荡 就像在四月中旬这样一样 而接下来我们也不担心市场会出现大跌 不担心市场会出现大跌 因为下方支撑在这个年线位置支撑很强烈 我们看这张图 这也是我们在昨天收评给大家去展示这张图形 我们说三月份四月份这条这个箱体的顶部 就水平黄线 它是有支撑的 支撑还是蛮强的 下方这个年线它也是有支撑的 而在这里攻上年线之后 现在往下回调回踩年线 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技术性回调 所以接下来即使说跌破这条黄色操板线 去回踩年线了 当然下方还有六十字均线支撑 还有这个箱体顶部支撑 那如果真的回踩了 技术图形反而更标准 而技术图形更标准 就是往上再涨 那么反而它就会更流畅 所以不担心下跌 跌下来是机会 这是一个主节奏 这是一个主思路 好 这是上证指数的分析各位 这是上证指数分析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一下科障50 先看科障50一分钟图 大家去对比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上证指数一分钟图 上证指数在开盘之后 往上冲击回调再创新高 回调再创新高 对不对 那科障50呢 我们看一下 开盘四分钟往上拉 创新高 七百四一点之后 那么从这个九点的三十五分之后 基本上就不创新高了 有时候到十点半 我们看到在高位横盘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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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盘无力 无力再创新高 所以跟大盘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一对比 我们就知道谁弱谁强了 对不对 所以强跟弱是对比出来的 没有黑就没有白 没有强就没有弱 而科障50明显它是弱的 所以弱势板块往下跌 你就会发现它跌的会很流畅 这波流畅下跌 这波更流畅下跌 明白吗 所以要远离弱势板块 而且我们从盘中去观察的话 这种图形 其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到 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各位 然后再来看一下科障50的日K线图 那么从日K线图上来讲 大家去看 今天的收盘价 依然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放 对吧 昨天冲高回落长长长线 今天又是冲高回落长长长线 也可以说今天是个实的性 所以它的整个均线状态没有发生改变 而成交量依然是个低迷 今天是个缩链 还是处于20均线下放 所以市场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只不过是往右又多了一个日K线而已 是因为我们维持昨天收平的观点不变 就即使你想去做科障50的这种 想逆势去抓反弹 有人觉得跌太多了 是不是可以抓反弹了 即使你想逆势抓反弹 仓位一定要去清 而短期科障50还有再创新机的风险 包括你看一下科障50的周克监督 它的走势更弱 也是处于所有军演下放 所以短期它还有再创新机的风险 短线不信的线很大 要谨慎 那么接下来 什么时候可以去抓反弹 我们要等这个正当指标 这个正当指标如果再出现超卖区域 就再低到超卖区域 然后从超卖区域再出现油率变红的信号 那个时候抓反弹 胜率会大幅提升 而当下呢 不确定性很大 这是科障50 然后再聊串盘纸 串盘纸今天是在这里去横盘 看到没有 在这里在横盘 今天的收盘价跟昨天收盘价几乎在一个位置 几乎在一个位置 那么维持昨天收平的观点不必 串盘现在已经是一个下跌结构了 对吧 我们预计还要往下跌去 再往下去跌一跌 再往下跌一跌 而等下跌去跌破这个位置 再往下跌一波 创新机之后 小时周期的这个正当指标 在超卖区域出现绿面红 那个时候找到反弹 我认为成功率会比较高一些 就像在当时这个位置去抓反弹 抓这个反弹 包括说 接下来再去抓这样一个反弹 我认为成功率会高一些 所以串盘纸我们需要继续等待 而且串盘纸整体的 其实它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 就是做串盘 我们心中的踏实度 不如像护制那么踏实 所以如果你要做 仓位要轻一点 好 然后再去聊一下 恒中指数 恒中指数 在今天是低开低走 跌破了20均线 那么我们在截取这张图的时候 它还没有收盘 因为我们是在三点迈接的这张图 但它还没有收盘 好 那么今天跌破20均线 接下来还要往下跌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上涨涨得太多了 从16000点涨到19000点 涨了3000多个指数点 那么上涨很流畅 那么回调自然而然也会比较流畅 就是快涨快跌这么一个节奏 那么接下来支撑位 或者不能说支撑位 或者机会区域 机会区域在30均线和这条年线之间 是它的机会区域 而恒生指数至少至少要回踩 要跌到30均线 那就至少要跌到30均线 而等它跌到30均线下方之后 你再去做一些这种仓位上的一些管理 比如说去做一个分批的一个底细 那么低下来之后能不能再涨上去 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的确确确出现了放量 量能是创了过去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这种成交量 所以量价其升也走出了基础性牛市 那么现在一个基础性回踩回来下来是机会 再往上走第二个行情 所以现在等恒生指数再往下跌下来 好吗 好 那么聊完这几个指数之后 然后我们去聊板块 我们去聊板块 我们先去聊一下光伏 先聊一下光伏 在昨天的收听视频里面 我们去讲到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昨天5月28号 收听视频对于光伏分析的原图版 我们讲到守住底线 底线就是这条水平黄线 守住水平黄线这条支撑位 不迫不走 我们看涨 昨天说的很明确 我们看涨 好 那么在今天呢 光伏是如期往上涨 如期往上涨 那么经过今天这个阳线上涨之后 出现了上涨 上涨也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继续看涨 继续看涨光伏 那么底线一眼是这条水平黄线 好 那么昨天我们之所以认为光伏是跌出的机会 包括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天就是接下来它还要往上涨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5月22号我们收听视频对于光伏板块的一个分析 大家看一下 光伏板块 在2023年的5月28号 12月28号我们当然就讲了 在5月22号这个阳线 这个是放量阳线 创过去一年最大量的阳线 跟2023年12月28号这个阳线非常相似 涨幅都比较大 都超过6%的涨幅 都出现明显的放量 而且也是刚刚去突破这条黄色东宫超板线 但是 接下来我们观察到光伏板块这里是出现了连续的回调 回调到20均线 然后又开始再不拉升 对吧 而现在光伏也是经过了4天的回调 回调到20均线 又开始往上又再不拉升 而今天是拉升的第一天 对吧 那这里我们看又往上拉升 又往上创了一个小新高 所以接下来光伏即使往上创新高幅度不大 但我们也认为它能够去往上再往上去拉一拉 至少能够去再超过 再超过上周三这个大阳线的最高点 所以光伏板块上涨还没有结束 继续看涨 底线是这条水平黄线 那么认可这个观点的朋友 来可以在评论区打光伏两字 或者打认可两字 好吧 这是对于光伏板块 今天分析了 5月22号我们分析了 5月28号昨天 我们也是明确去分析了 讲得很清楚 强和逻辑一样 好 然后再去看发展服务 发展服务 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上线 然后在昨天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根中阴线 这个板块 我们讲这条黄色的多空超板线守不住 支撑不住 接下来还要往下掉 还要往下掉 而机会区域呢 机会区域至少要等它跌到这条红色的二十月均线下方 至少要等它跌到二十月均线下方 而强支撑呢强支撑在这条水平黄线位置 水平黄线位置 所以当房产服务跌到二十月均线下方之后 越靠近这条水平黄线 那么风险就越小 那么风险越小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就是机会可能就越好 然后再提醒一点 房产服务的整体要强于房地产开发板块 就是这比如说这些卖房子的中介 比如说这种搞物业的房产物业 那么它的整体表现是要强于这种盖房子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这是对于房产服务的观点 所以未来如果能够有第二波更好的行情 那么我们更看好房产服务 那么房地产可能要稍微就没那么好了 好 那这条物流 物流板块我们之前确实聊的比较少 那么今天我们去聊一聊 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有朋友在问 包括也有一些粉丝在问我 那么物流板块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收了一个小羊 收个小羊 昨天跌破年线 今天小羊收盘价还在年线的下方 那么支撑位在哪里呢 支撑位在这条水平黄线 就是这个正当正当正当的一个高点位置水平黄线 也是在这条绿色的三十均线 所以物流板块我们认为它的调整还没有结束 调整还没有结束 等它站回下掉一掉 至少掉了这条三十均线 我们再考虑去抓它的机会 而且这个板块股性并不是很强 大家看这波上涨股性并不是很强 走一步退一步 走一步退一步 走三步退两步 是这么个节奏 所以等它再往下掉一掉 再往下掉一掉 我们再关注物流 再看一下酿酒 酿酒板块 这是我们维持昨天说明视频的观点不变 跟昨天说明视频的观点几乎一致 就是过去五个月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底结构 所以我们中期看涨 而底线的支撑位置是这条水平黄线 是这条水平黄线 那么在经过七连印之后 今天是一个十字星 那我们认为反弹很快就会出现 而且这个位置距离这个底线的一个空间 其实小于5% 风险有限 那么这样一个板块 我们值得去等待这样一个未来的反弹 而从右侧信号上来讲 我们等小时周期的超级反弹信号 这也是维持昨天说明视频观点不变 一模一样 右侧反弹信号等震荡指标 在小时周期出现油率变红的超级反弹信号 而目前还没有出现 可以继续等待 好 这条券商 券商我们同样也是维持昨天说明视频 不变的规定不变 券商目前依然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券商的不确定性很大 券商渣男的属性 或者渣男这种属性经常会体现出来 那么券商目前的震荡指标是处于超卖区域 那我们等 等券商能够第二次 就是他已经出现一次了 能够第二次 我们在超卖区域出现绿变红这种超级反弹信号 那么再抓反弹成功率会比较高 所以券商接下来等 等这个绿变红的超迭反弹信号 这是券商的思路 再来工程机械 工程机械今天做直播 有朋友问说 今天又是一个下跌 昨天下跌 今天又下跌 还会不会有第二波行情呢 还能不能拉升呢 我给大家讲 维持昨天的观点不变 我们依然期待会有第二波拉升行情 我们说现在的工程机械是一个上弓结构 而且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大波的放量 创过去一年最大量 对吧 那么即使接下来跌破了这个水平景象位 就是这个上弓结构的景象位 打破下跌结构 那么这是一浪下跌 我们也期待有二浪反弹 那二浪反弹呢 那么也会反弹到20次均线位置附近 那如果说没有打破这个下跌结构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延续上弓结构的一个上涨 对吧 而且下方支撑其实也很近 大家看一下工程机械 工程机械 下方支撑 其实这条年线位置就是支撑位置 就是即使跌破景象位 只要水平景象位 往下跌的空间也不大 也不大 所以我们依然是期待有第二波大让行情 但是我们要承认 但是我们要承认 随着这波洗盘力度加大 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些个股 有的破位了 有的已经显现出一些疲软了 那这些股票我们就要给它pass掉 就要给它pass掉 好 然后再去看一下航海装备 航海装备 今天石子星跌破这条黄色操盘线 而我们在之前反复强调了各位 说操盘线附近的支撑效果有限 真正的支撑在这条水平黄线 这是我们在前几天所讲的原话 对不对 那么今天跌破这条黄色操盘线 那么接下来估计还要往下调一调 还要往下调一调 那么左侧关注信号什么 左侧关注信号就是等下跌 靠近这条水平黄线 是支撑 是机会 而右侧关注信号 是震荡指标在冲卖区出现绿变红 这是一个反弹信号 所以这是一个左侧 一个右侧信号 我拿去选择看你是哪种风格的投资者 你再去选择你所关注的信号 好 然后再看能源金属 好 进入到关键环节的 我们在刚开始这个录视频的时候 我们就讲了说 分享两个 我认为有价值的方向 也是今天我们重点去分析两个方向 那么一个就是能源金属 那么听到这里的朋友各位 听到这里的朋友 大家可以把天分两个字打评论区 每天来听我的收听视频 好吗 能源金属我们看一下 能源金属今天的震荡指标 是在超卖区出现绿变红 对不对各位 而且红色度大一个绿色度 成交量 今天的量比昨天是出现了放量 但是没有超过20均量性 而价格已经是连续一个月没有创新低 好吗 连续一个月 看个直线 连续一个月没有去创新低 所以这个震荡指标 在这个位置出现绿变红 这个反弹信号有效性还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不是高 而是比较高 因为这个量能放大的幅度没有那么多 但不改变我们看反弹的观点 所以能源金属我们接下来看涨 看涨 底线是周一 是周一的最低点 好吗 是周一的一个最低点 这是能源金属 我们再给大家说明 我们都是在做案例分析 并不是在做投资推荐 我的分析也有对有错 不可能百分百成功 不可能的 我们能做到百分之七十成功 里面就很很不错了 好 然后我们再聊第二板块 坏是这样 坏是要今天是一个小跌一个小失之心 那么跌到哪里了 跌到我们这条上升趋势线位置附近 上升趋势线位置附近 那么左侧机会其实就是这条趋势线位置 左侧机会就是这条趋势线位置 而右侧机会是震荡指标在超卖区域的立变红 在超卖区域的立变红 那么现在左的信号其实已经靠近这条趋势线了 已经靠近这条趋势线了 左的信号已经出来了 而板块还没有释放右侧信号 那没有释放右侧信号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它的内部已经跌出了一些机会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清板块中个股了 清板块中个股了 好 那么这是在今天的5月29号 我们所录制的这期收铁视频 那么聊的内容也是比较多 时间也是比较长 大概用了20分钟的时间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听到这里了 那听到这里的朋友 欢迎各位 点赞 分享 转发 我的视频 我们来有一个暗号吧 听到这里的朋友来评论区 把旺旺财经聊到A这几个字 打到我们评论区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铁粉的支持 再见